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渔群群聚在浅海的地带 正是下海捕鱼的好日子 为了能够出海平安 满载而归 渔民便会在这一天举行海祭 祈祷海神的保佑 那接下来 与大家分享4月15号到4月21号的天气 周一开始 风面离开 天气较为稳定 中南部山区 温度将更飙升到35到36度的高温 周二周三 东北季风增强 加上微弱封面通过台湾 午后北部 东部也可能出现降雨的几率 高温渴望降到24到27度 周四过后 台湾附近再转偏南风 各地气温又将回暖 不过山区 恐会发生午后降雨的情形发生 纵观未来一周的天气 天气变化大 午后都有可能出现降雨的可能 民众外出前 务必确认好天气状况 也要注意防晒多喝水避免中暑哦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预报 提供给大家多多的参考 接下来与大家分享本宫近期的活动 农历三月十五日为本宫陪寺 玄坛财神圣诞千秋日 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为本宫主寺 天上圣母寺妈祖圣诞千秋日 一旬一礼将于子时 也就是前一晚的十一点十五分 举行祝寿团拜 欢迎诸位善性大德 力临参拜祝寿 共募神恩 司马祖与玄坛财神 保佑大家 求财得财 求利得利 求平安得福气 详细活动资讯 请前往本宫官网查询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话是 成功的三部曲 随顺姻缘 把握姻缘 创造姻缘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